其实疫情冲击我觉得对各行各业都是有冲击的 可能是女性吧 我觉得对危机可能意识比较强 你像我们在2020年以前 其实我的对C端的 其实线上线下是各占50% 但是2020年的疫情来了 我就亲自每周开例会 现在我们的线上占了95%以上 这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 这是破亿的产品了 这个呢是今年上半年 它就一瓶水就卖了超过两个多亿 抱怨有时候是没用的 你企业只要是趴在地上 把你该做的事都做好 最苦最难最累的活一步都不能少 你给它做好了 其实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